老师啊这道题怎么做 三加二 下课下课 太好了我们快出去玩吧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正在上课吗 老师你不知道吗 学校里的新规定就是 你一说数字 我们就马上上课 什么 怎么会这样 现在我知道了 我肯定不会再说数字了 老师来了 大家准备 看我的吧 我们马上就能下课了 可是这样 会不会不太好 哎呀小学 你不想下课 我妈想下课呢 就是啊 下课就可以去游乐场玩了 老师 怎么了大宝 我这次可是想了很久 老师肯定想不到 大宝这么淘气 一定是想出了什么坏主意 想让我说出来数次 我可不会如你的愿 怎么了大宝 老师 我这次考试有进步的话 就会给我买了个玩具的 你快公布成绩吧 大宝 我也正好要说这个呢 这次大家考试的事件都在这里 小学 你去给大家发一下 好的老师 老师怎么不念分数呢 这些不能下课了 还想说小聪明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别着急 我还有办法 老师 我妈妈说你教的数学有问题 问题 什么问题 我妈妈说一加一应该等于三 什么 怎么可能 我妈妈说一只母鸡加一只母鸡 就可以生出来一个鸡蛋 这样就是三个了 所以一加一等于三 你妈妈说的不对 应该是 哈哈 老师这下肯定该说出来数字了吧 是这个 实在是太危险了 差一点就说出来数字了 看来 我还是得小心点好 哦 老师你怎么写下来了 这下我们下课不了了 哼 还想套路 没门 哼 这次我可是准备好了 我一定要让老师说出来数字 小败 就看你的了 没问题 现在 开始上课 老师 今天是星期几啊 今天是 你们自己看 老师 那昨天你给我们不值得作业是几张时间啊 我给忘记了 好啊你小败 上来就想让我说出来数字 我偏不说 小雪 你是班长 你告诉小贝 昨天的试卷是几张 小贝姐姐 昨天的作业是三张试卷 哎哟 小雪 谁让你说的 你说了我们还怎么下课 大家还是老老实实上课 不要想别的外点子 你们这些小伎俩 我都看到了 那好吧 哼 我就不信了 老师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小雪 你不会也要和他们一样 想让我说出来数字吧 不是的老师 对啊老师 我只是提醒你 好像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可不上你们的当 老师 你可忘记了 今天是你的生意啊 对啊 我们说一起给你过生日的 怎么可能 我的生日是三月五号 哎哟 今天是三月五号 下课下课 哎哟 我怎么还是说出来了数字 哈哈 老师 没想到还是我们赢了吧 唉 你们这帮孩子 真是太淘气了 哼 现在公布长期 大宝 一百分 小雪 五十分 小贝 九十分 分数后换成功 哈哈 这次考试我了 第一名是我的了 我来踢球了 小雪 你真要来踢球 对啊 不然我来这儿干嘛 你之前从来不踢球的呀 小雪 考试考了五十分还在这儿踢球 跟我回家 看我怎么收拾你 谁也做不到 每次都考一百分 你说什么 本来就是 你能每次都考一百分吗 快走 你还有美术课 舞蹈课 书法课要去上 等回家我再给你算账 小贝 我给你带了婚开水 你踢完球就得喝啊 妈妈等会来接你 好的妈妈 做小雪真累 我要做小贝 这样我就可以踢球 也不用上补习班了 神秘人 帮我变成小贝 好的 魔法变变变 大宝鱼小贝 捂坏身体 呗 这是什么啊 好难吃 这是青菜 你要多吃菜才能长高 我讨厌吃青菜 我不要吃青菜 不吃青菜 你就不要吃饭了 不要不要 我要吃狗的鸡翅 捅鱼小贝 不要吃青菜 那你饿吃吧 吃晚饭不去吃东西 也不去看漫画书 不让开就不让开 有什么了不起的 神秘人 帮我变成黑暗魔王 好的 魔法变变变 大宝与黑暗魔王互换身体 漫画书 我来了 好香啊 是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汉堡薯条 我先去吃水店再去看漫画一来得及 妈妈我回来了 你怎么变成我了 我是你让我帮你变的吗 什么我让你变的 难道你是神秘人 从现在起 你就是黑暗魔王 而我是大宝 我不要 你帮我变过来 那是我的妈妈 我想要妈妈 你想要漫画书 咱们两个正好画画不好吗 我再也不画了 我要回家 我要妈妈 这一点都不好玩 是你求我把你变成小雪的 你别忘了 呼唤商店 体验不同人生 只用呼唤神秘人便可实现呼唤 真的假的 神秘人 今天考试 我要变成小雪 我要找小精灵帮帮 小精灵帮我变回大宝 做别人一点都不好玩 还是做自己最幸福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帮大宝变回来 同意的小朋友 扣666 不同意的小朋友 扣999 你小朋友 快扣666帮我变回来吧 王后阿姨 新年快乐 祝您 岁岁平安 大吉大利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好孩子 给你大红包 谢谢王后阿姨 小贝这孩子 打小就聪明 小雪 快去给美丽阿姨拜给您 好好表现 不能比小贝差 好 好吧 怎么办 我不会啊 大家姑娘好 祝阿姨们 笑口常开 百事可乐 开门大吉 吉小如意 大宝全班 继续给你的横帮 小雪 新年快乐 新 新年快乐 小雪 你怎么回事 你就不能像别的孩子 那样拜年吗 可是 我有点害怕妈妈 你怕什么 快去拜年 我真的不会 死我了 小雪 你给我回家去 回家就回去 坏妈妈 我再也不要离你了 小雪 快走 小姐 你怎么来了 来不及了 小雪 你快走 孩子们快走 我这就去找小雪 糟了 还是晚了 怎么会是小精灵 小雪 你加油吧 小精灵怎么跑了 小雪 快出来给大家表演才艺 妈妈 我不想去 不行 你必须去 听我说 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因为有你 世界更美丽 看我的 孩子们好棒啊 小雪 你也来 我不会 你可是我王后的女儿 怎么什么都不会 我小雪 不会啊 小雪 你也太差劲了 妈妈 你太过分了 还敢说我过分 今年的压岁钱 你冰箱要了 王后 你这样是不对的 小雪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拜年 也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表演才艺 我还不能说说她吗 可是 你逼着小雪做她不喜欢的事 就是不对 难道 我真的做错了吗 小朋友们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觉得我是对的 就发送666 觉得我不对 就发送888 王后 你看到了吗 孩子们发送了888 对不起小雪 妈妈知道错了 那好吧 我原谅妈妈了 美丽阿姨 帕阿姨 新年快乐 我没有准备祝福的话 但是 我准备了自己写的穿笔 小雪的毛笔字写得真好看 是啊 要是大宝也能写这么好看的词就好了 大家都很棒 王后 小雪的长处不是说话和表演 她会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祝福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小雪是一个独特的好孩子 我知道了 小雪的优点也是其他孩子没有的 我不应该判别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们 同学们 我们现在开始发奖状 这次考试没考考 肯定没有获得奖状了 第一个获得奖状的是熊妹 熊妹 这是你的最强大脑奖状 为了纪念 我是少年 我和日当武 你和家土 这次我出一个男的 你来风雨伤 我知道 少年是快乐之多小 这次竟然让熊妹赢了 熊妹在诗词比赛中 获得了冠军 所以这个最强大脑奖状 应该给熊妹 太好了 真是冷吃 熊妹 你真是太厉害了 小雪姐姐 你学习那么好 也一定会有你的奖状的 第二个奖状是小贝的 什么 老师 你没有搞错吧 我只考了八十分 怎么还有我的奖状 没错小贝 就是你的奖状 这两张奖状给你 啊 还是两张奖状 喜喜飘兵 进步之行 对啊小贝 这次你考了八十分 但是 你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而且 这次考试好多错题啊 不行 我要把这些都学会了再回家 小贝 都已经放学了 你怎么还不回家 老师 我要把这些题做完了再回家 原来是这样 小贝 不早了 快睡觉吧 不行妈妈 老师就签摩考试了 这些题我还没弄懂呢 你先睡吧 我一会就睡 好吧 那你也要早点睡觉 我知道了妈妈 努力就会有回报 所以大家 也要学习小贝的这种精神 谢谢老师 我实在是太开心了 糟糕 小贝发了两张奖状 这下危险了 我们会回家又要挨揍吧 下一张奖状 是黑暗魔王呢 什么 我的 对啊黑暗魔王 严静老师 我们是来找黑暗魔王的 找黑暗魔王 是不是黑暗魔王又犯了什么错 不是的 我是来感谢他的 都给了他的帮助 我才找回了我的宝宝 究竟其实给他的 原来是这样 所以 乐于主人奖 是黑暗魔王的 太好了 谢谢老师 现在 就剩下三张奖状了 小雪希娜王子学习那么好 肯定是他们的 等一下 结果没奖状了 大宝 这个劳动之星的奖状 给你 我的奖状 对啊 你每次都帮大家打扫卫生 所以是劳动之星 谢谢老师 剩下的两张奖状 三好学生 是希娜的 希娜在这次考试中 每课都是一百分 谢谢老师 还有一张体育之星 是王子的 王子在体育考试中 获得了学校第一名 谢谢老师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了 大家的奖状都已经翻完了 怎么就没有我的奖状呀 小雪 这个是给你的 小雪 你作为班长尽职尽责 帮助同学们学习 还是老师的得力助手 所以 这个奖杯给你 奖杯 谢谢老师 我会继续加油的 小朋友们 你们都获得奖状了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